這個衣服都沒有了 對啊 蓋上洋房外觀的印戳作為紀念 金食堂陳中店將在24號打烊後收攤 民眾趕緊來回味過去時光 拿著手機自拍留念 從念書念大學到生小孩 到小孩現在已經升高中了 對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就是高中的時候 可能一些情緒很低潮還是什麼時候 就會來這邊逛逛怎麼樣 25年有吧 25 6年 我幾乎每週都來兩三次 我昨天才來耶 經營34年的陳中店 坐擁不少老中親粉絲 業者除了在最後推出書本折扣之外 連現場的書桌也低價出售給顧客 另外更舉辦作家分享會 和拍片紀念引起迴響 我們從青春一起走向了出廊 對我們來說這盞燈永遠亮著 亮在我們的心裡 也亮在我們過往的歲月中 包含作家張曼娟 吳若荃和九把刀 都接棒上陣 在片中分享自己 和金石糖陳中店的回憶 如果現在要跟陳中店說一十句話 陳中店我會想你的 還有我 大家尊重再見 26年資深員工不捨情緒是寫在臉上 而業者也從23號早上10點開始 36小時不打烊迎接民眾 直到最後一刻 不論是顧客或是老員工 他們都把握最後的機會 用自己的方式來跟這間書店說再見 TV北京文藝中 睡臺北藏道 臺北藏道 有空臺北藏道 我也是在寫的